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麦子选,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那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测试容力基本上整理完毕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想把用户数据全部存放在我们的TSC文档中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管理起来是比较不方便的 那我们应该使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使用数据库,也可以使用一个cell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先使用一个cell 因为这些一个cell呢,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来说 都是比较容易去往里面输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个cell它的一个格式 我在这里写好了一份 这是UserInfo的XRS 大家看这种呢,我们操作起来,就是修改起来比较方便 一个是内幕,一个是PWD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使用一个cell 来获取我们用户数据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需要使用Python 来对一个cell来进行操作 那Python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模块 用来支持一个cell的读写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来学习使用一个cell来读取用户数据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Python给我们提供的一个cell它的相关的模块 读取模块是XLRD这个模块 它主要是用于读取一个cell文件中的数据 这个使用这种方式来打开这个cell呢 它是不能写的,只能读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写文件的话 写一个cell文件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推荐的模块呢是这个模块 XLSXRAT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写的方法比较丰富点 还有一个模块是XLWT 这个是和XLRD对应的 那个是写模块 我们在这里呢,推荐这两个模块 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工作需要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两个模块呢 并不是我们系统自在的 当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自己手动去安装 那我们安装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输入Command 然后在这里直接安装好PAP之后 PAP install XLRD就可以 因为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说呢,这边我们就先不用管它了 我这边已经有了 如果我们想安装这个呢 我们直接操作下面这个命令 PAP install就可以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使用XLRD来对我们的一个cell呢 进行一下简单的处理 来读取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打开了我们这个Python的ID开发环境 然后导入了XLR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打开一个一个cell文件 在这里呢,我们罗列了几个简单的常用的API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呢 就完成对一个cell读取的操作 那我们打开的时候呢,是XLRD等于XLRD的OpenBook 这个方法呢,是打开一个XLR 我那个文件呢 它在我们桌面有个TestM,有个UserInfo的XLS 那么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例 它呢,就是BookBook的一个对象 那么打开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cell 这个cell呢,它有三个表 Sheet1,Sheet2,Sheet3 那我们怎么来获取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相用的API XLRD,Sheet3 这个呢,直接返回我们所有的工作表 那在工作表里面呢 它返回的是个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 XLRD,Sheet3 大家看在这边呢 返回的是一个工作表 所组成的一个列表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第一个表 第一个表 我们把它定义的变量 使用Sheet等于XLR的Sheet0 那当我们获取这个工作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里面的行数 有效的行数和列数 那么这个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属性 是NRose和NHose 那我们通过这个呢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有效的行数和列数 我们来看一下 Sheet的NRose 再来看这边是6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ell表 123456 6行 然后再来看它的列数 Sheet的NC Cose 大家看这边是两列 这也是和我们这个cell是对应的 那么如何来获取里面一行的内容呢 这个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方法 Table的RuleView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能够获取一行的内容 我们现在来获取一行的那种 Sheet的RuleView 比如说我想获取第零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呢 对应的值是Name和Pwd 那么如果想获取第一行 我们可以一次类推 一 大家看 这边就获取了我们第一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一次类推 我就可以获取我第二组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拿过来就可以 直接使用 你这种数据结构呢 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 是获取一行的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获取一个单元杆的值 这个呢 提供了CEO方法 拿了一个CEO 然后呢 拿了它相应的属性 来看一下 Sheet的CEO 比如第0个 然后呢 我们它的Vue 它俩还在这边呢 拿的就是UNAME 那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拿到我们这个Pwd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第0行 第一列 是Pwd 我们来对一下 那通过这种呢 我们就当个单元杆的内容呢 我们也可以拿到 那么有了这个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使用一个CEL 来存储我们用户数据 并且呢 我们可以使用XRD这个模块呢 读取我们这个数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将我们原来代码 UserInfo.py 来修改一下 增加一个CEL读取的接口 我们现在下在Thumblame这个环境下 然后打开我们的UserData.py 在这里呢 我们要添加一个处理 一个CEL的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呢 我这边把它定义成了一个类 这个类的名字是XRUserInfo 然后首先我们要在上面呢 导入XLRD这个模块 我们来看一个类 它的具体实现 第一个 我们给它规定了 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Init的方法 处置化这个Path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 这个类实力化的时候呢 需要给它传一个路径进来 第二个呢 是GetSheetInfo 就是得到某一个数据表中的所有的数据 第三个接口是GetSheetInfoByName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名字呢 来获取我们这个表格 因为这个XR它那个支持 通过名字获取你这个表格 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个接口就是 GetSheetInfoByIndex 也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你这个索引 来获取你这个表格 那么当我们获取这个表格之后 大家来看 GetInfoByName 我们在这里获取表格之后呢 我们就调用GetSheetInfo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主行读取我们一个赛物 文件中的内容 并且呢 将它和我们的一个 UNAME和PWD组成一个字典 这个接口呢 一定要和我前面这个文本文件呢 做一个兼容 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有字典所组成的列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接口 那我们呢 在本地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带来看我这个测试用力 这样学的 XInfo等于 XLUserInfo 打开我们这个文件 带来看 这个文件是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文件 那么打开之后呢 我在这里直接调用 GetSheetInfo ByIndex 这样的话呢 就能拿到这个表格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拿到之后呢 我把这个Info给打了出来 然后还做了第二个接口的措施 是GetSheetInfo ByName 这个就是通过 名字来获取我们这个表格的内容 再来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内容呢 Shit1 Shit2 Shit3 那么有了这个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结果 再来看在这边呢 我打印出来两行 那么这个和我们那个使用文本文件 打开的结果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再来看第一行呢 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第一行我们可以删除掉 我在这里呢 一会儿要再做一下修改 因为我们的所有内容呢 是什么呀 PWD A123456 UserName 等于这个 这个是我们所要的有用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看 如果说我们的表格为空的话 大家来看 有的表格我们是为空的 Uname 那么这个后面的内容呢 它对应的就是一个空 那么这种处理起来呢 就会比我们文本文件 它的错误率呢 要低很多 因为文件我们首先要敲 Uname等于多少多少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使用这种 一个cell来保存我们的数据呢 就是说给大家非常方便 比用 这种文本文件 要好很多 像这种呢 你后面加没加 这个呢 有可能比如说 我们本来想要输入一个正确的东西 但是呢 你这边你不知道 它到底输入的是空格 如果是空格的话 或者一些其他东西 table 它根本就看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使用这个cell呢 就比较明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我们新加的这个模块呢 添加到我们这个测试代码中 我们在这里需要导入我们这个 xinfo等于 把刚才那个烤过来就可以 把这两句烤过来 后面这个呢 我在这里 这个user类似 要把这个info给代替掉 那么这个呢 就和我们刚才这个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使用这个来做下测试 当然我在这边呢 再改一下 这个认识的范围 大家来看 应该是从第一行开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有第一行这种uname和pwd 这样呢 就不会寻取过来 我们在control b运行一下 大家看在这边的话 我这边uname mys x163.com 139.com 然后pwd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实际的测试用力 我们来测试一下 稍微等一下 打开浏览器 然后在这边会做相应的测试 最大化 点击登录 输入 邮箱 密码 登录 然后第一次呢 是正确的 然后呢 我们点击 注销 退出 然后第二次呢 我们输入的是账户是正确的密码错误 在这里会提示我们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会忽然发现下面不动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运行脚本 在这里呢 会出现一个错误 当我们发送键值的时候 这边 它错了 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将浏览器关闭掉 然后它这边会产生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本 测试脚本 我们再Ctrl B运行一下 再来看我们的打印结果 在我们一个Cell中 只要我输入的是数字的话 当我们读取的时候呢 它这里会把我们当做是浮点型 然后呢 测试程序 拿到数据 发送相应的值的时候呢 这边就会发生错误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需要再定义一个方法 叫我们的数据呢 进行转换 Define Follow to Sign 我们第一个参数是Self 第二个是View 那么这个View呢 我需要对它进行转换 如果这个类型 Ease Instance L 后面这个 如果它是浮点型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转换 这个View就等于SCR Int View 然后呢 我们这里剩下的就将这个View进行返回就可以了 我们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对我们的Info做一个列表解析 Info现在就不能直接等于RowView了 应该是这样写 Self的Float to STR View 这边FallView In Self Shit RowView 然后这边呢 加一个 中复号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代码 看一下我们这个PWD 它相应的值是多少 有没有数字 保存一下 运行一下 再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有的值是不是都是字符串了 包括我们这些数字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需要对我们这个数据呢 做一下处理 那么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用力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它有没有错误 还有错误 我们继续往上 我稍微等一下流浪器打开 大家看我们打开流浪器 然后最大化 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等一下 然后注销 再输入用户名 密码 第一个错误 是账户或者密码错误 第二个123123 账号不正确 再输入密码 账号为空 再输入密码为空 然后这个呢 基本的测试用力呢 我们都可以测完成了 然后把它关闭掉就可以 再来看在这边呢 相应的信息也有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测试报告 今天我们 今天这个日子是2015年11月8号 这边会产生一个2015-1108.ts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有会形容应的 有一个测试报告出来 那么这个测试报告呢 现在是以文本文 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往上 把这个测试报告呢 也以一个cell的形式来存在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xrd来处理一个cell的时候 有几个点要注意 一个cell的表格类型呢 在我们使用xrd处理的时候呢 分为下面这几种 第一个类型是0的话 代表是个空 类型1代表是字符串 类型2代表是纳门 纳门的话 就是12345这种纯数字 我们把它读取来之后呢 会把它转化成为浮点形 第三个是我们的日期 第四个是波尔 第五个是error 就是错误的类型 大概呢 一个cell的一个读取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编写代码过程中 其实我们会发现 测试用力是一方面 第二个呢 我们编程的水平 一定要能够处理这些意外的状况 那么如果大家 python编程这块 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Math学院 前期python的一些课程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